未来不远的将来 我们可能会听到台湾问题 成为一个新的热点 很快 无论是习近平政权 呼吁大家集中力量解决台湾问题 还是川普政府基于某一个热点 提出介入台海防御协防台湾 相信不会超过一年 只是这种台海争端又拿上桌面来谈 主角却不是台湾 我们知道未来 习近平在获取两会的支持以后 他可能会做一些政体上的变动 为了凝聚战斗力 让全民有一个短期的目标 他可能会提出 要尽快地解决 国土分裂的这么一个现状 我们知道 从习近平当政以后 国民经济 开始走向了国进民退 去年整个一年 通过环保一票否决制 他消灭了很多中小型的民间企业 那么民营经济呢 为社会贡献了60%以上的税收 解决了50%以上的就业问题 现在这一切已经开始改变了 其实改变从2016年就很明显了 只是没有2017年这么密集 那么2017年随着 国企的这种做大做强 我们也看到了国企的效益确实不高 整体亏损 甚至节道的都能亏钱 就是所谓的养路费的 征收的这个体系 就是这个收费站 高速公路的收费 到目前为止呢 没有人能搞清楚 为什么要有一个国进民退 在短期内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其实他也是对民间的一种控制 我们知道他现在 今年搞了一个12个城市的房产改革的一个试点 去年年底他搞了一个12个经济附近12个城市的这个 美改器 反正都挺吉祥的这些数字 目前祸害的人还不多 但是他逐渐形成了一种趋势 就他在搞一些标新利益的东西 与毛泽东时期 邓小平时期 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江泽民他是根本就没眼看 作为一个红色基因的代表 他是有自己的报复 那么他现在扩大国企的过程中 他仅仅了 绝获了全国 大部分 人民的经济来源 你得依靠这个政体 不仅仅是七千万六千万这个吃财政饭的了 或者说八九千万的这个党员了 国企越来越大 在国企工作的人越来越多 那么整个社会 他就向着中央政府 去形成一个向心利益 因为你得靠他吃饭 你得拿钱 你要是再说一些反对的话 可能你就保不住饭碗 嘴上你是爽快了一下 老婆孩子怎么样 这都是问题 那么 国际社会 无论是对海航这种清查 限制了 中国往外 往国外转移资金的这么一个渠道 还是在各个层面上去进行一个封堵 包括美国最近提出来的清查 中国留学生 在国外是不是有一些意识形态的输出 这一步步都逼向了习近平政府 收回已经被斩断或者是受伤的对外扩张的触角 他这个扩张是隐性的 最近一段时间 他已经在开始 往回收了 收到最后 他要想形成暂时经济 他要让人民 过上 文革之前的这种生活 那么他就有一个需要追求的短期目标 这个目标我们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到 极有可能是台海 因为他不会选择中印边境 不会选择朝鲜问题 更不会选择中越之间的问题 那么他唯一的选项 对他来说最便宜的 最廉价的一个选项 就是台海 他并不是要打 他只是要喊口号 他要依靠这个东西 来凝聚全民的意识 因为这个东西 他在整个中国社会中 他是可以聚焦的 这是一个合理的 几十年来通过这个教育也好 引导也好 全民意识中 他有一个国家大一统的 这么一个观念 这个全民基础是有的 所以他花不了多大力气 不要说打台湾 他就是扎乎两声 也会获得加分 所以我相信这个口号 应该在一年之内被含下 那么从美国目前的情况上来看 美国一边在清查 中国官员往国外导运的这些黑钱 一边在清查着 中国留学生 外派人员 甚至一些基金会 聘用的外籍人员 所收集的经济情报 与生产 与经济密切相关的一些 收集情报的一些途径 将被扩大化 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海外的华人圈 大多数国家都会跟风 我们知道跳出来的已经有好几个了 澳洲已经开始了 这个行动呢 它会慢慢的演变成麦卡锡时代 这种可能性 在逐渐增大 而且现实的动作 已经开始 这一系列的东西 它中美双方的这种交通 它往往反映出来 最终的一个点 恰恰就是在台海上 因为现在打贸易战 双方都没有底气 习近平政权 从接任以后 就在大力的削减 对外贸易的这个依赖度 连续两年 降低到20%左右 它从一个最高点降下来 从70% 2004年 那么降到50% 最终降到20% 这是有意识的 不纯粹是国际社会的挤压 也有中共自己的选择部分 那么完了以后 台海被重新设定为一个砝码 并不是国际社会 专门来对付中共的 而是一个大的趋势 因为制造业大国 已经不再是中国了 从中国转移出去的一些制造业 在东南亚 已经逐渐成型 在印度也在迅速的被打开 打开这种基础 打下这种基础 高端制造业 正在回流美国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 中国作为世界性的 制造大国 或者说加工组装的这种大国 它这个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美双方 在整个社会活动中 它是有一个长期的国策的 这个国策 在苏联消亡以后 美国一直想设立一个假想敌 它也需要 有一个所谓的政治证据 政客们嘴上说的这种大爱 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美国政府 最近几年 一直在做着一些工作 把贸易上的问题 要解决掉 它要想维护美国自己的利益 它就必将要选择制裁的对象 从目前情况上来看 中共正是最虚弱的时候 因为中共的产业升级 没有达到预想 互联网经济 也不可能在全国被迅速的推广 即便有亮点也很有限 所以呢 中美之间的下一轮交锋 在贸易的相互制裁之中 会寻求一个热点 这个热点在东海南海 出现的可能性都有 尤其是南海 我们知道 美军坚持使用了 一位日一的美国将军 来统率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 但是台海问题更容易聚焦 因为它可以是一个架子 一个晃子 并不需要真实的战斗 所以大家没有必要呢 太过担心这个问题 它会出现 但是它不一定会进入热战 我们知道关于台海问题 有几个思路 和平统一这一个几乎可以被忽略了 因为它没有可能的这个土壤 但是进入联邦制的这种设想 在很多政论家的嘴中 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这个没有必要再去研究它 因为它是需要摧毁中共的这个政权以后 才能实现 它比较遥远 但是它最有可能被最终实现 中共打着解放台湾的这个幌子 打着统一祖国的这个目标 不管是为习近平的帝王梦加分也好 还是为了进入战时经济 找一个借口也好 这都是很快的事情 美国为了在亚太地区能够站出脚 不再隐晦的提出一些经济主张 来软化亚洲地区各国 它也会选择一个热点 军舰能够停息到台湾 这就是一个象征 它是一个信号 而且2017年 俄罗斯也开始进入亚洲地区了 那么这一轮的竞争 它现在是基于亚尔塔体系 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开楼会议 波茨坦会议 亚尔塔会议 它发了几个公报 所组成的这个亚尔塔体系 亚尔塔体系的亚洲部分 目前是被执行着的 它还会出现一些分歧 如果说你要摧毁这个体系 蒙古独立的问题 也会被拿出来做文章 但是这些东西呢 影响都不是很大 因为它会很漫长 尤其是蒙古问题 中俄之间 中国领导人是没有底气的 蒙古现在能源源不断的 给中国提供煤炭 提供一些资源 一些矿产 对目前的中共政权来说 就已经足够了 他们不会特意的去惹事 至于像那个海参崴这一类的 租借地 通过条约的形式 已经完全的被放弃了 所以中国不会轻易的选择 在这个问题上发生 北方缺水的问题 他们也从来没有想到过 收复 贝尔家火 因为这是目前中共能力上达不到的 他们高价的 长久的跟俄国定立 人员进口的合同 每年说是要付出去几千亿 这个东西呢 其实都是买一份安全的保障 能源问题 俄罗斯能给我们解决一部分 但是在解决的过程中间 已经闹出了很多问题 包括这个 输油管线 输气管线 今后也会闹出一些问题 为什么习近平政府 宁愿忍气吞声呢 就是因为他们不想惹事 因为这个家伙太大 他惹不起 所以蒙古问题 短时间内不会成为一个热点 即便然而他体系完全被取消了 重新再进行一些协商 中共也不会选择这个点作为突破 朝鲜也是一样 对朝鲜这个政体 他能活一天 对中共 他有一个分摊火力的 这么一个保障 你说完全让他尽快的消亡 中共也不容易下这个决心 更不用说 军内还有一些 曾经在 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获得过功勋的 这些将领 包括他们的子女 孙辈 都还躺在功劳部上 你要是摧毁了 他们赖以生存的这种荣耀 我相信这批军人 他们也是有想法的 那么完了以后 中越之间 短时间内 不会再出现大的纷争 印度 它跟我们之间的分歧有很多 印度甚至经常的进行挑衅 但是印度的军队不是问题 海上通道是个大问题 所以中印之间 习近平政府应该也会选择 隐忍 唯一他们能找到的一个热点 也是台海 所以台海的变数 出现在中美纷争之中 主角却不是台湾民众 甚至也不是台湾的政客 这是很可惜的一个事情 对他们来说 可能他们很难理解 其实在历史上有先例 苏台德地区 就是通过一个慕离黑协定 转手出去 签订协议的两方 协商协议的两方 是德国和英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作为代表 最终请捷克进去签字的时候 谈判已经结束了 台湾目前就处在这么一个位置上 他们的未来可能会有一些波折 而且主导权也绝对不会在他们自己手上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不要把自己 看得太自大 两千多万人也好 你的经济 你的民主 甚至你的地理位置 都不重要 在博弈中 在国际社会的博弈中 他始终是一个棋子 这就是台湾问题最可笑的地方 你可以说一些好听的话 来哄哄他们 帮他们满足一下虚荣心 大过年的我也不想说实话 但是没办法 台湾问题未来不一定会进入热战 但是它一定会被中美之间 把它提升到一个战争的高度 双方都在获取自己的利益 中共是想借着收复失地的这么一个战争的宣传 来邻居民心 美国是想借以重返亚洲 双方借力的这个点就是台湾 这就是今年大过年的 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聊聊台湾问题的原因 因为我是这样想的 我相信跟我一样想法的人不一定很多 但是你们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 有假期大家喝喝酒聊聊天 我觉得想一想 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一个坏事 第一个阿尔的